我是來自居山區的謝宇人 今天我演講的話題的題目是 保護衷進人人的責任 從前多年來 我國一直享有花言城市的名義 以清潔和衛生論理的事物 然而我國真的是 這是像外國人心目中的 名副西施的花言城市嗎 答案是不同的 其實我們的環境 未必像人們傳說的那麼乾淨 那麼慧慎 這一點大家也會多談 因為從前新加坡的環境很差 包括垃圾和血污染 然後傳染病傷害 所以在先輩們的刻骨影響 就將我漸漸的發展成功 建立原進文明的環境城市 C 自從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富裕 人們也變得更多 只是 有欲望也 無期間 所以 人們大量的談判數目 所以 新加坡的數目 越談越少 而高隆 越擠越多 隨著國人 生活水平的提高力 有人也變得更多 很自私 特別是年輕人 因為他們認為 保護環境是正門的事 是清潔功能的事 跟自己沒有關係 所以他們 亂丟垃圾 隨地扔垃圾 然後 提高 音響的聲量 然後 破壞功能 因此 它造成了 嚴重的 環境不染 使我國原本 原本 原本免疫的 花園蟲子的 美育 失去它 它希瑞的光彩 可想而知 這帶來了 的後果不言而已 首先 政府 要 要 花更多的費用 來 改善 那個環境 然後 其次 我們的 國家 的 遊業 也會受到 提供 因為 旅客 會 不敢 發生這天 受到 污染的 突體 然後 另外 另外 我國 花園蟲子的 也會 回憶到 同學們 新加坡是我們的 國家 讓我們共同努力 從我做 少開車 多走路 少用塑料袋 多用 循環 然後 然後 少 巨大機 破壞 為 環好 養著 保護環境 的意識 所以 為我國 擁保 擁保 它 萬一車式的 美育 而努力 保護環境 非常好 謝謝 謝謝 謝謝